闻王昌龄左谦龙标遥遥此寂 在唐代诗人中 王昌龄绝对是最为正直的那一个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正直的性格 才冒犯了当朝权贵 导致他一直奔波在被贬官的道路上 但正直也让王昌龄收获了难能可贵的友谊 每当收拾好行囊要踏上贬官之旅的时候 诗人们就分支踏来 非要给他送送行不可 要去岭南了 孟浩然就过来给他践行 并申请写下了送王昌龄之岭南 要去江宁了 陈申则拍着王昌龄的后背 写下了送王大昌龄赴江宁 最后要被贬去龙标了 虽然身边一位朋友都没有出现 但却收到了一封来自李白的信件 这封信便是大名鼎鼎的 《温王昌龄左谦龙标遥游此记》 诗提名为《温王昌龄左谦龙遥游此记》 在古人眼中右尊左卑 所以左谦就表示贬官降职了 龙标指王昌龄被贬之地 湖南省龙标县 诗提的意思就是远方的李白 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 便写下了这首诗来寄托情感 伴随着杜鹃鸟的提叫声 扬州城又迎来了 洋花落尽紫龟提的盛夏 洋花指的是柳絮 紫龟就是杜鹃鸟 连日来窗外的柳絮纷繁飞舞 给李白增添了几缕仇丝 然而这满含仇情的柳絮刚刚消失 树上的杜鹃鸟又开始提学一般的悲鸣了 当夜深人静 月上枝头 李白的心情就更加忧伤了 因为李白刚刚闻到龙标过五溪 龙标是借指做官的地名来指代王昌龄 过五溪意思是途经湖南境内的五条河流 说明路途艰险 李白听说好朋友王昌龄又被贬官了 而且还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岭 便分外担忧 他望着天上暖暖的月亮 仿佛看见了朋友微笑的面团 虽然天隔一方 但我记仇心与明月相信他一定能 随风直到夜狼西 丑在传文中写成这样 上面是个秋字 下面是一个心的形状 本意就是因秋季而忧伤 夜狼指龙标县东侧的夜狼县 李白看到月亮便将自己对朋友的那份忧虑 寄托在了月亮之上 让他伴随着屡屡清风飘向远方 去抚慰那被贬制在夜狼的可怜的王昌龄 说到使用月亮 李白绝对是高手 比如名气十足的观山乐 敬夜司等等 但他们还只不过是在诗中运用了月亮这一形象而已 但这首诗却通过月亮传情达意 将朋友之间的真诚表现得厉透之辈 对朋友万分惦念却又无法见面 这该如何是好呢 李白的办法是将自己对朋友的挂念之心 交到善结仁义的月亮之上 让他带去对朋友的担心和挂念 此时的月亮就变成了有意的传递源 源源不断地将李白的担心传到远方 同样是漂泊异乡的李白 能对朋友如此情真一切 也真是令人佩服啊 羊花落尽 紫龟提 闻到龙标 过午夕 我记仇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 夜郎西